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些年我和小家的爸爸都忙于工作 都是靠奶奶把孩子的身体调理好的 孩子现在刚上初一 是班里的小高个 走路信心满满的 晚上做昨夜也不烦躁了 一 孩子脾胃不和 老是基石通常会出现以下症状 要注意 一 肚子胀孩子消化不良的时候 脾胃运化就会变慢 这会引起肚子胀气发骨 发屁多 严重还会晚复胀痛 二 排便异常 因为孩子的肠胃基石 食物残渣的比例就会增多 自然而然的就有便秘 或是大便糖吸的症状 食物经过发酵没有充分吸收消化 排出体内多发会伴随着一股酸臭味 三 精神违靡孩子的身体不舒服 精神状况是最直观的表现 孩子食肌的时候可能会有精神萎靡 烦躁 难移入睡的状况 四 发育持缓食物消化不充分 营养吸收不够 身体的素质就会跟不上 脾胸以后抵抗力会变弱 发育就成了障碍 二 十三岁男童身高一百七十七公分 日常这二种食物可多吃 对孩子身高非常有帮助 一 山药山药对我们来说都非常的常见 但是它除了是食物之外 其实也是一种消食药材 属性温和 营养丰富 有利于脾胃消化吸收功能 二 山药小儿机制 通常是因为脾胀不足 胃养不当 调理不及时 脾胃受损所致 山药善于消油腻之时机 增加消化酶的分泌 改善孩子挑食 厌食 不思饮食的病状 三 孩子脾胃差 即时反复通过一方从膳食中 及时调理补充 健脾消食水益素 虽然消化不良 在孩子的成长中微不足道 但是如果演变成干鸡 就很可能是孩子成长中的绊脚石 许多父母不知道 消肌是孩子养护中的点睛之笔 作用很大 能有助于帮助娃长个 家长可以经常给娃补充移素 这是健脾消食水 帮助调理孩子的脾胃功能 促进体内顽固基石的清除 促进营养的吸收和消化 有助于孩子的长高个 如果出现小家这种情况 家长不妨给孩子喝一点移素 他含有砂吉 鸡内筋 山楂和山药等型气导质食材 是千斤方理中医药食同源的健脾食疗方 沙吉和鸡内筋可以排除肠胃机制 和胃健中清理顽固食物残渣 山茶可以开胃消食 从内源性加强孩子的脾胃蠕动 轻松解决便秘 山药能够保护胃黏膜 一均养胃 孩子营养吸收更充足 更有利于娃的长高个 家长也能更放心 一个科学的消极方除了从中药食材上进行调理之外 以素海经过科学的配比了是酸乳感菌和乳酸起感菌 能对肠道菌群稳定起到平衡作用 降低病菌对孩子肠道的危害 从营养角度上考虑 还添加了维生素B液和新元素 帮助孩子在身体和智力上全面发展 有助于孩子的长高个 4. 养护孩子脾胃 父母还要做好哪件事? 孩子身上有二个消食穴 柔异柔能预防生机 从拇指顺侧源自指尖到指根指 父母帮孩子揉的时候 通过拇指的指腹 顺孩子拇指尖推向指根 每天一次 每次三分钟 补皮能够协助调理孩子的脾胃 调节孩子的基石屑屑 从而去泻而自指 保护孩子脾胃 做好三件事很重要 1. 多让孩子运动 每天让孩子保持40分钟的运动时间 不仅能减轻脾胃负担 促进肠胃虾化 还能帮助身体发育 促进骨骼生长 帮助孩子长高个 2. 注意饮食 孩子的脾胃很娇嫩 所以父母要格外地注意孩子饮食 平时吃饭保持气氛饱 不要给孩子吃那些伤脾胃的食物 建议多吃一些有利于消化的蔬菜水果 能更好的养护脾胃健康 3. 不熬夜睡眠 对孩子的发育非常关键 好的睡眠不仅能促进肠胃消化 养护胃黏膜 还能刺激生长激素分泌 让孩子骨骼发育更完善 每天让孩子在一一点前入睡 对孩子的发育有着很大的帮助 感谢大家观看我们的新闻频道 祝大家一天平安 开心 别忘了点关注 让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新闻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